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什么人是未试过搭小巴的 今集的主角是一位小巴司机 而乘客就是证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搭小巴做乘客都会变成证人 不过说真的 如果是没有证人的话 很多事情是未必会水落石出的 今集被投诉的就是一名交通警员 今次投诉人和被投诉者虽然只有一个人 看来好像很简单 但结果就很复杂 还要去到警监会和投诉警察货的联席会议解决 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很多人怕事 不肯出来做证人 这位就是今次事件的主角廖重生 我想知道1999年12月15号晚发生什么事 噩梦 真是很大的噩梦 那天我租了一部铜锣湾至沙几湾的车车车 小姐快点上车 开车 真棒 很准确 questi ocean 找个美好的位置坐下跟你继续拼 小猫三四几三十一点 哇 这么古贵 对啊 对啊 转台吧 谈点吧 秘主平 是嗎? 喂, 廖哥 天洪地凍, 還差夜間? 等錢開飯有什麼辦法 你看看, 今晚淡成這樣 看怕吃粥就多吃飯 吃越便宜 你不夠精神就撞一杯咖啡落草 不是被人抄牌嗎? 不像粥水沒得喝嗎? 今晚倒鐵也有份 害死人嗎? 突然停車 喂? 阿生呀, 媽呀 我不見了褲帶牙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拆人家屋三四次了 都不見了 這次實惡鬼死我都可以了 哎呀, 當然下午的時候 你姨媽叫我喝茶 當然留下了在茶樓咯 說過你多少次 出來吃東西, 普卡就出來洗 你又說了多少錢都不聽 你 我知道, 當然是這麼說我 只能說我鬼死過 就做一個惡鬼 你又發什麼爛炸 算我罷了你了 如果你明天還找不到 我給錢給你賠個褲吧 做假牙很貴的 只剩三千元 樓上的馬斯拉 最近才做過 真的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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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還不開車 是否想玩東西 阿Sir, 上幾個客人 不用跟你玩東西 甚麼玩東西 你現在是否跟阿媽說什麼 拖延工, 怎會打電話給你 你說生兒子 阿Sir, 現在你先走還是我先走 好, 你和我玩東西 我就跟你玩 喂, 有火呀有火呀 那個交通警察看過小朋友 同場加映 小朋友大戰交通警察 對 好, 想跟我玩東西嗎 我就陪你玩 去哪裡 去泰國 不肚子, 一定要嚇死你 肯定會 我那些人很小器 我也是弄成這樣 我被人炒魷魚 他們說我神經病 你說我神經病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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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質地差嘛 不知道 看你什麼時候散 糟了, 我叫我神經病 阿龍, 別看路了 甚麼 那條車子還跟著你 你小心點 前面的消班, 立即開車 不要阻礙路 你怎麼會這樣 開車 開車 老公 你怎麼搞不好 今天收了兩張帖 這樣搞法 快飯都不用開了 你給錢打電話來 不說錢也不行 你大把 我就不需要餐餐和你說錢 我夠想天天跟你說話 你真是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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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更大聲 不是嗎 沒有大聲 你跟你們拋 就是這樣 天天大聲 看你的車子 看你的車子 不是 這輛車的乘客都古古怪怪 剛才我不是告訴你 我警察跟著我們不見了嗎 很神奇 我在前面等 那你怎樣 玩針對嗎 是呀…很害怕… 怕你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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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是呀… 來啦… 前面的小包 綠色開店… 前面的小包 綠色開店… 好鎖著流浪 咪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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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沒有東西 她說我皮膚差 是呀… 收到… 你說我皮膚差 是洗人家 我剛才穿上那條皮膚 挺滑漏的 喂…開車了 大家不要緊… 不要緊… 大家不要緊… 在後面那個警察在玩笑 是呀… 是呀… 客氣開車 我不想念你 警察又… 有沒有搞錯呀… 嚇死人呀… 神經病呀… 哎呀… 哎呀…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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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呀… 不就是剛才一路跟著我們的車去警察 去警察 哈哈… 哈哈… 多人呀… 好玩呀… 前面的小巴 EY3279 萬仔 拔牌多拖面 前面的小巴 EY3279 萬仔 拔牌多拖面 你這樣不玩 這麼多我 你自己說 剛才過的燈口一會 只會燈甚麼顏色 我不跟你說那麼多 我報警 你誘惑我 喂… 我都沒說抄你 你報甚麼警 你怎麼搞的 我告訴你呀 從銅鑼灣跟到我來這裡 你擺明就找我 喂… 還有狗嗎 有警察找我充紅燈 唉… 下車了 下車了 不關你的事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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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廖童真 我是周兄仔的 有個警察找個充紅燈 我現在在城市花園附近 34歐到47 over 沙展 我現在在北角電器道 歐在城市花園酒店 有事想找你幫忙 麻煩你過來 你鬼鬼祟祟 你真是這麼多 我報完999之後 大概十分鐘 有兩個軍裝到場了 他們問我甚麼事 我不是有碗滑碗 有碟滑碟 有碟滑碟 其中一個軍裝 還抄下我的資料 由銅河灣來跟進 我這裡 我上過客 他又在那裏 穿藍燈 不斷趕我走 你呀,趕著回家 怎麼辦 不斷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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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都說停車了 另外 那個就上車問客 但我不知道他們問甚麼 不過 我看到客人 除了每個電腦之外 每個人都摔倒 是這麼搖頭 唉 怕車也沒有甚麼人想做證人吧 無奈 無奈 有個交通沙展來到 沙展 我又把整件事 從頭到尾 再說一次 給他聽 河灣 我來這裡 沿途 我上那些客人 不斷趕我 誰知道 他忽然問我一句 那我們的客人 你都不讓開路 讓他做事 嘩 你這樣說話都可以 你做得來就做 阿Sir 這裏明明是三條線 這裏對著我 交通警察不是這樣做事 這位阿Sir剛上車的路 問過我的客人 我沒有說謊 我整個車都是我的證人 我射都沒射過你 先生 這樣吧 我當著你的臉 再再問一次客人 好 麻煩各位 我想見到事情經過的人 提供資料 協助我們調查 找我做證人 這樣教我 我先走了 好玩也好玩 現在越來越多人 看越搞越多事 現在要怎樣做 阿Sir 不好意思 我想先送女朋友回家 這樣吧 我們不會阻礙你很久 問你幾個問題就行了 糟了 要你阻礙阿爸 債人 剛才各位有沒有見到 差路雲頭工 是這樣的 有甚麼人見到 我看見阿Sir 那個人黏的 從我上車開始 他就這樣咬著我們 一向由九龍打到我們來香港 真是好可怕 阿Sir 他黏了 走… 你們沿途有沒有見到 那個交通車 一直跟著這輛車 和撥他 不知道… 阿Sir 這個小姐一定知道 我沿途跟我朋友說 吹聲不大 小姐 你是不是沿途見到那個交通車 一直跟著這輛車 和撥他 那倒是有的 他有沒有燃紅燈 有的 你在哪裡上車的 灣仔 麻煩你給我身分證 不是吧 說不夠十個字 要看我的身分證 不是要我做證人吧 小姐 謝謝你 幫幫我看看 麻煩你 隨便吧 隨便吧 你做就做吧 每天要抄牌 每天拿去吧 麻煩 我一定投訴你 我不投訴你那個 就算什麼臭小姐 屈我沖燈 你身為警務人員 你不知道你知法犯法 剛才你已經跟車太貼了 沒有些專業常識 我上幾個客人而已 又不是左人 為什麼這麼大聲開我 李警司 廖松生是否正式向投訴警察 課投訴了鄧警員 是呀 他對鄧警員 總共作出了三項投訴 第一是沒有禮貌 對他大聲呼喝 第二行為不當 說他跟蹤他 第三是捏造證據 說他衝紅燈 但是鄧警員在事件裡 也有他自己的說法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來聽聽鄧警員 對於投訴的說法是怎樣 我鄧紹佳 是港島總區交通執行 及管制課第十隊的警員 在1999年12月15日晚上11點 我駕電灘車 曾經唐街的時候 見到有小巴排隊 我擔心造成交通阻塞 於是我進行交通管制 成功地叫了等客的小巴離開 在十分鐘後 我駕到高示威道近巴士站 我見到一個小車停在行人路上 於是 我用最直接的方法去驅散他 就是 著了紅藍燈 和響西人趕他走 現在車子做什麼 要不等人 要跑上行人路 不好意思 走 走 走 接著 我繼續駕電單車 向英皇道 麥年街 電器道 向東繼續巡邏 我忘記這段時間 我有沒有著過紅藍燈 和響西人去趕車 但是 我肯定沒有駕過我進去 任何道路工程範圍之內 當我駕到城市花園酒店近燈位的時候 我很清楚記得 當時是行燈 而在我前面和中線 都有其他車去等轉燈 忽然間 我前面的小巴衝燈 駕駛的車 馬上響音提醒他 但是他沒有理會 繼續趕車 於是 我著著紅藍燈 和響西人去追捷 終於在前面的避車處 將他截停了 你今天不玩 司機 你知道剛才你衝紅燈嗎 你給我壓力嗎 知道我真正衝給你看 整天打著我 想搶我爬 我和你玩鋪大一點 我現在報警 你報酒 麻煩你 身份證駕駛撿 喂 這裡是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附近的紅綠燈 你最好立刻派人來 34歐到47歐 沒多久 我的上司林沙展就來到 當時有兩個北角的軍裝同事在調查 喂 三次三次 你的伙計 真是冤枉我 從銅河灣 把我推到這裡 沿途 我上去的客人 就亮了藍燈 來到這裡還冤枉我 衝紅燈 那麼我們的伙計 亮了藍燈 你也不讓開路讓他做事嗎 司機最後將他的身份證 和駕駛執照交給我 於是 我就正式進行票控工作 我一定投訴你 我不投訴你那個 就是死機的臭小子 冤枉我衝燈 聽過鄧景元和廖松生說過這件事之後 我很想知道 到底鄧景元有沒有針對廖松生 跟他幾條街 然後再抄他牌 鄧景元在口供裡面 清楚指出 在兩次趕車行動裡面 他沒有印象見過廖先生 他也沒有刻意地跟蹤任何一部車輛 那麼有沒有任何證據 或者證人可以指證到鄧景元 的確是針對廖松呢 當時最清楚整件事件的人 應該是在車輛車上的乘客 但只是有一位乘客 劉小姐 在現場提供過少許資料 但當我們稍後再聯絡他 希望他提供更多資料的時間 他就拒絕再給口供 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將行為不當 和捏造證據的指控 列為無法證實 至於沒有禮貌這項指控 鄧景元指出 他只是曾經叫過現場的小巴司機 不要停下小巴在等客 阻塞交通 由於現場有很多小巴在排隊等客 有可能鄧景元需要大聲一點 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亦將無禮貌這項指控 列為無法證實 但鄧景元的確是沿途跟著廖松的小巴 難免令廖松覺得有針對性 投訴警察課詳細研究過 當日鄧景元的執勤路線 那條路線沿途確實有很多交通黑點 亦和廖先生的小巴 當日行駛路線相同 但卻沒有證據顯示 鄧景元針對廖先生 廖先生 投訴警察課的報告 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 鄧景元是惡意針對小巴斯基廖松生 是的 警監會對這個調查結果 是非常有保留的 因為這個個案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鄧景元跟著小巴斯基 究竟是出於惡意針對 只不過是巧合的 所以警監會亦要求投訴警察課 就是接觸這個案件的唯一證人 劉小姐 游說他提供更多資料 另外警監會亦要求投訴警察課 交代一下當日鄧景元的全日行程 包括地點和地點的交通電視 即是警監會會要求更多資料 去證明鄧景元是無刻意針對小巴斯基廖先生 因為這件事的關鍵 是取決於鄧景元的動機 但是太多的灰色地帶和巧合 我們很難知道鄧景元當時的動機 Hello 麻煩劉少美小姐 是 我是投訴警察課的趙沙展 我想和你跟進 喂 時間了 買了票了 你又想找我老公嗎 不好意思 我沒有空和你老公 你知不知道我穿了一條門在銅鑼灣上班 沒人來回四個小時 回到公司做啤啤啤啤的 明天沒有得到都不知道 麻煩你以後不要找我 我還了失憶 甚麼都忘了 就是這樣 關人屁事了 走 除了劉小姐拒絕給口供之外 對鄧景元巡邏的地區又顯示了甚麼 她當日在灣仔和銅鑼灣區 這些繁忙的地區執行任務 她並沒有超越到地區的範圍 至於沿途有三個交通黑點 亦都是的士和小巴 經常停車等客阻塞交通的 所以我們認為 對於鄧景元的行為不當指控 仍然是無法證實的 對於投訴警察課的再調查 但仍然將行為不當 和列造證據這兩項的指控 列為無法證實 警監會覺得是有必要和投訴警察課 再次重新討論這個個案 因為我們應該重視在另一個警區的警員 在她的紀錄簿上寫下了當日證人 劉小姐的證供 她說當日 鄧景元是全程跟著這一格的小巴 但是劉小姐不肯出來做證人 豈不是會令到這個投訴樸縮迷離 除此 由於999控制台 他們錄下投訴人報案的錄音帶 根據警方的內部工作慣例 事後兩個月便會洗完 所以我們警監會建議 投訴警察課需要制定程序 及早地向999台 索取重要錄音作為調查證據 這類投訴似乎每天都有機會發生 但又不能透過警監會秘書處 和投訴警察課文件上的交往解決 最適合應該怎樣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將這個個案遞交給警監會 和投訴警察課的聯席會議上討論 我們警監會和投訴警察課的聯席會議 通常每兩個月便舉行一次會議 大家討論共同關注的問題 而聯席會議的主席 是由警監會主席來擔任 聯席會議討論過廖先生的投訴後 最終結論是怎樣 在會議上警監會指出 劉小姐在當日給的口頭口供 999控制台的紀錄 和另一個警員在紀錄簿上的紀錄 都顯示出 鄧警員在當日跟著投訴人格小巴 是由銅鑼灣一直跟到北角的 經過與警監會委員的討論 投訴警察課最終同意鄧警員 在事件上的表現 明顯與他獲授權執行的職務 並不十分相情 不過鄧警員和投訴人 駕駛的路線相同 可能純屬巧合 有見及此 投訴警察課 認為將行為不當這項指控 改列為無法完全證實 是較為恰當 另外 由於沒有證據顯示 鄧警員誣捏投訴人衝紅燈 所以捏造證據這項指控 是維持無法證實的 警監會是通過投訴警察科 修訂的調查結果 通過了這個個案 其實要確定一個投訴 是否成立 是需要可靠的證據來支持的 就以這個個案來說 由於小巴司機 即是投訴人 和被投訴的警員 各執一詞 說法各有各的版本 而當晚 小巴上面 沒有一個乘客 願意做證人 向投訴警察科給口供 令到警監會 沒有辦法知道事實的真相 在這種情況下 警監會很難對這個投訴個案 作出定論 其實這個個案裏 如果劉小姐肯做證人 提供多些資料 相信可以更清楚地 令到投訴水落石出 各位觀眾 做獨立證人 可以有助維持社會公義 在有需要的時候 你會不會肯挺身而出呢 謝謝你 我們會不會 知道 我們會不會 能靠你 我們會不會 過萬一的 可以 我們會不會